新加坡PR申请最新政策 二 大学生不能因学业延期服兵役 所有通过学生渠道或由父母担保而获得新加坡公民或PR身份的男性 必须服兵役 如果是在大学之前或者大学期间获得PR 入伍时间到了后 必须中断学业 先服兵役再完成大学学业 国防部不批准大学学业延期服兵役 新加坡的国防义务是建立在全民参与的理念之上 根据新加坡国防法 所有适临的新加坡公民和第二代永久居民男性都被要求服从征兆 参加国民服役 这意味着 年轻男性必须完成大约两年的全职军事训练 并在之后的几年里 根据国家需要参加年度预备议训练 为什么包括永久居民在内 新加坡政府认为 国防是每一个居住在新加坡的人的责任 无论是公民还是永久居民 永久居民享受着与公民类似的许多社会福利和机会 因此他们也被期望为国家的安全做出贡献 对于新加坡的男性永久居民来说 服兵役被看作是一种体验新加坡生活 融入社会的机会 同时 他也是他们展示对这个他们选择居住国家的承诺的一个方式 对于那些有意成为永久居民的家庭 这是一个重要的考量因素 在申请过程中 新加坡政府会提供详细的兵役义务说明 这份义务告知了家庭 如果他们的申请成功 他们的子孙将如何被纳入新加坡的国防体系 总之 定义制度是新加坡社会中的一项重要责任和荣誉 对于永久居民来说 它不仅仅是一项法律义务 更是一种为社会和国家做贡献的方式 通过参与国防 永久居民有机会更深入地理解新加坡 更紧密地与社会联系 同时也能展现他们对国家的承诺与忠诚 关注我 了解更多新加坡移民小知识